是被不放弃 时间快到了 那 高中啊 那你先在这儿坐着 我去看看这些同学们 方老师 你看 您走不了 我也不方便 我跟您一块 方便 方便 那个 我姐正好也要出去呢 我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 你可不能走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出去了 不是今天 张一说带你去相亲吗 对对对 我忘了这事了 既然答应你张一 你也得去啊 是你啊 行 我去 高中 那你坐啊 走 方儿 高中 你坐啊 路易自由 你坐啊 你吃点水果 你再喝点水 你是今年的新生吗 是 今年大一 我也大一 这不回家过年来了 可是一直都待在家里 我都给闷死了 那我带你出去转热吧 今天大天初一 外边很热闹 好啊 新年快乐 出发 你少喝一点 没事 熟的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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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过我了 你先这样 你要多吃一点 补补身子 行行行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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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来点这个 吃你的吧 你给他少嚼点 我们都不够吃了 这一锅呢 不够你吃的 哟哟哟哟 我要有人这么照顾 我也乐意受伤 好了 这大过年的 说点吉利话 谁愿意受伤 郑国呀 郑国虽然心上疼 那心里没人了 是不是 大伙儿倒在呢 贾师傅 一起来吃点吧 不了 不了 你们慢慢吃吧 春店 你跟我处理一下 舅舅 大历呢 大历人呢 他最近神神秘秘的 问他干啥去了 他也不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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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都不吃了 那可不 你看他最近都饿瘦了 春店 那天在医院 我就没好意思问你 你看 你说你这 做的是叫什么事啊 要不是郑国他们 及时赶到 这耗我多严重啊 我和你舅妈多担心啊 舅舅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 我没想到那个张波是个骗子 我真的以为他是个音乐制作人啊 我以为他见过很多明星啊 人家说什么你就信 就这些骗子 就骗你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傻丫头 这歌星就那么好当啊 我告诉你啊 从今以后别想唱歌这事了 舅舅 你能别这样吗 我还是想继续唱歌 你别不让我唱了行吗 我保证我以后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找你和舅妈商量 还有郑国 行不行啊 舅舅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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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大了 我也管不了你 舅舅问你 最近 你跟郑国关系怎么样 我 舅舅 我跟郑国就是好朋友 没有什么 不是 我是说啊 我最近一直跟郑国接触 我觉得这孩子啊 还真是个好孩子 你以后啊 可以都跟他接触接触 冯小姐 我想问 你怎么还这么客气啊 跟个陌生人似的 你就教我友林吧 友林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去美国的呀 嗯 挺麻烦的 你还要有接受你的大学 还得有留学保证金 很多手续的 都是我爸爸帮我操办的 这么多事啊 怎么了 你也想去 我哪有那机会啊 我就问问 也不一定啊 只要你成绩好就有机会 学校不是有那个交换生吗 而且我听我爸爸说 你是你们班最有天分的 再说吧 我现在才大一 还有好几年呢 那你加油啊 我在美国等你 马力 马力 春天 春天 你去哪儿了呀 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快说 马力 别哭了 没事了啊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你快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着急死我了 因为你我连家都没有回 我被骗了 被骗 春天 春天你回来了 潘姐 铁正国他怎么样了 他出院了 在工地呢 那就好 潘姐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对了 今天大年初一 我请你们去吃好吃的吧 好呀 走 走 新年好 来 快吃菜 潘姐 您过年也不回家吗 怎么 想让我回家过年 给你们放假呀 嗯 其实呢 我都回不去了 家里人都不认我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潘姐 那那个胡总他怎么 快吃菜啊 现在想想 我真是挺幸运的 这几天 我算是九死一生 以前我一直觉得 那个铁锅愣头愣脑的 你别说张波这事 还多亏他 我瞬间觉得他超爷们 他一直都很热心 我们小时候 谁要是受欺负了 他都会站出来帮忙的 我也觉得这个铁锅锅 真不错 陈宁儿 你要好好把握他哟 我跟大家 报告个好消息啊 干啥呀 要加菜呀 你别打菜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胡总 为了感谢大家春节今天 加班 特意今天晚上包了场 让大伙儿一起去梦香清巴 放松一下 唱会儿歌 喝会儿酒 大家下了班以后一起去啊 听了啊 对了 还有个事 江宁建筑集团 组织了一个文化培训班 要求每个小组出两个人 名义有限就两个啊 每次去学习 每次十块钱 我住 十元一圈 跟永烈报名 文化提高班 那没文化才需要提高 那我不需要 就你有文化 就你有文化 我有唯一四包 白天上工 晚上就想睡觉 哪有功夫学这个 这学习是好事 免费学还不学 你知道北京现在 学一年大学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这不但不交钱 还给你八十块钱补助 这好事也不去 对不对 你 你就这么吃吧 不去 我去了啊 我算一个 还是报名 好事 全是专家教授 名专家 名教授 报名啊 有教授啊 郑伯 你带我一起去呗 我还没有见过教授呢 好嘞 你有出息真的 你特别有出息前来 咱俩去 明儿要满了 咱过去 你 黎勒 上次我跟你说那事 今天怎么样 就那样吧 我跟她接触之后 我觉得这孩子呀 有上天心 尤其是 上次你出事之后 你感觉 你急着就要赶过去 一个姑娘家 碰见你 这么对你迎亲她 要赶快嫁了 舅舅 我现在满脑子里想的 都是唱歌事业的事 还没打算什么结婚 唱歌唱歌 就只是唱歌 告诉你 今天来啊 我就是为了问你这事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不要 跟他们说一声 我先回去了 我还在这儿呢 他们放不开 你们哥儿里在这儿玩的 我先回去 我也不会唱 不会跳 再说了 我这一天也累了 主要的是 我在这儿 你们玩不尽兴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我回去了 没事 我送我舅舅去 回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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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玩得好吗 玩什么了 都在那儿坐着聊天呢 没意思 要不您给大伙唱个歌吧 你去唱吧 我哪会唱歌啊 这次过得主要就是已经唱的 快 你唱一唱 那一起来呗 可以唱 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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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半步啊 好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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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跳 跳 麻烦你给放个歌 唱什么歌啊 随便吧 对唱就行 对 随便就行 好 拜拜 好 谢谢啊 我教你啊 按这儿 任我的爱 放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 什么是缘 你已是否也在等待 有一个只心爱人 这怎么还有原唱啊 你唱吧 没有没有原唱的吗 那学姐就只这样带着唱吧 那学姐就只这样带着唱吧 唱 有的 不变的心 在放弃的时候 让你感受 什么是缘 一生却中最难得 有一个只心爱人 还不论谁 唱得不错 谢谢你 我看 我二哥唱歌 那么难听 也不知道 我天天我二哥缠着春雨 你可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 没意思 你跟我来一下 跟我来呀 你不问我 我还要到鸡蛋了 我还要到鸡蛋了 你不会去拍摄 我还要来一下 我还要到鸡蛋了 我还要到鸡蛋了 你是不是喜欢吃鸡蛋了 你不论这儿 你不知道老二对他的心思吗 知道啊 那又怎么了 高中 我不希望因为春天 影响兄弟的感情 放心 影响不了 你们俩才亲哥俩 你说什么呢 那我说错了吗 春天姐也说喜欢二哥了吗 她既然没说呢 为什么二哥能追他我不能啊 你要拿我当亲弟弟 这话你应该说给二哥听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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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了 来了 哎呀 酒来了 来来 天忆人拿一提 郑国 你刚刚跟春梨唱歌 唱得真好听 真是天忆无缝啊 什么天忆无缝 假的 你跟春梨现在咋样啊 咋也没咋 你不赶紧哪 这追女孩 追女孩 你得追才要追女孩啊 你看一个血淋淋的栗子在你面前吧 是不是 我年年回家相亲 到现在也没有 这一个送你面前你还不赶紧呢 你不怕煮熟的鸭子给你飞了 我现在没打算追春梨 得了吧 你那点蝎子谁看不开 不是不追 我是说现在啊 咱又是一个打工的 拿啥追啊 我也不能让人跟我吃苦去吧 天天站街边吃烤地瓜 还是等我混出个样子吧 等你混出样子了 早就被别人节足先登了 就是啊 这女孩主要就是两个字 要浪漫 对 浪漫 她就是一个公主 拿走的那些 你没吃过猪肉 你还没有见过猪跑的 浪漫这事就交 就交给卡拉了 对 浪漫这事交给我了 你们啊 还是把你们自己的事先弄跑吧 你忙关我玩嘛 来来来来 来 喝喝喝 她就把你带着回去 你可以時光是 不然还是你 好 你看 许多何人 你觉得这些少事 你不要好 你带着我 你知何人 原来你 你哪儿 好 干吗呀 郑果 别犹豫了 你说这城里人看不上咱 这乡下都见不着面 这可算在城里找到同乡了 多难得的机会 就是 郑果 我看你平时挺像个爷们的 怎么这个事这么磨叽 看 我一大早去买的 花了我四多块钱的 只要两个人真心喜欢 吃地瓜吃 去吧 别犹豫了 别犹豫 陈妮呢 对面柜员练嗓子呢 好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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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 吓我一大跳 你怎么来了 给你的 你干吗 给我花啊 你先拿着 我有话跟你说 王莉姐 春天姐不在吗 她去对面公园了 那我 那我走了 拜拜 怎么今天都来找春天啊 春天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北京相遇的 第一个晚上 你跟我说过 说你当初来北京 是因为我的一句话 其实我那天特别想告诉你 我来北京 就是因为你 因为我喜欢你 喜欢很久了 一直没跟你说 是因为我觉得我还照顾不了你 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 在北京的大街上吃烤地瓜 我也不想让你跟我一起 在天桥底下睡桥堆 我不想让你受苦 但是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我愿意照顾你 我想让你幸福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保证 我让你幸福 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我想跟李春妮 组成一个家 请你答应我 做我的女朋友 你愿意吗 她不答应 呀 二哥 春妮可能没和你说过 她答应我 只要我考上大学 她就做我女朋友 春妮 你听我跟你说啊 春妮 你就直接和我二哥说 你有没有说过这些话 有没有答应这个事 高中 二哥 我知道啊 你对春妮姐什么感觉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啊 现在啊 一个我 一个你 我是个大学生 那我的以后 我的前景那都不用我说 你就是一个 你就是把活干到头了 你把那墙码到天上去 那你能帮他实现理想吗 你能帮他出身级吗 春妮 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肯定留在北京 我一定能让你 过着好日子 你知不知道自己 在说些什么呀 我哪说错了呀 我扶着开 让我扶着 coral 我扶着光 好 二哥 不能再喝了大哥 你都醉成这样了 放开 告诉你不能再喝了 看看你那个样子 怎么玩这事 你看他喝了多少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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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没事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交给我 好 爸看见 瞧你这出息不就失恋吗 至于 行了 你别喝了啊 喝酒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啊 行了 行了 喝酒了 好了 别喝了 我怎么可以啊 啊 脏死了 妈妈 嘿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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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天真国 你怎么在这儿啊 胡总 找我有事啊 谁找你有事啊 你在这儿干吗 睡觉啊 你 脏不拉致 你睡着就喝 起来 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睡得怎么着 你给我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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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 好啊 少林 你别误会啊 唐总 你怎么也在这儿 不是 这是我呼 你快醒醒酒吧你 那我怎么在这儿 对 他怎么在这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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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 你喝多了你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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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演 你刚才不是贵不上的吗 唐姐 快点 唐快点 你看 唐快点 你看 唐快点 你看 唐快点 你能够累啊 他真是喝多了 唐了 你看唐离生化 你早来这套 他唐了一身 你还给他洗衣服啊 我告诉你们啊 咱们俩好了这么多年了 你给我洗过一件衣服吗 你居然给他洗衣服了 他能喜欢你 就不能喜欢我 你看 他都承认了 他 铁镇国 你在干嘛 春天 春天 你来得正好 铁镇国居然敢动我的女人 你别误会了 春天 你不要忘了 春天 铁镇国我跟你没完 你听我解释 你不能看我 你听我解释 我真没有想到 是心无生意的 我是什么样的 你还不知道吗 下午的时候 你跟我说那番话 我以为是真的 但我现在想想 是我太傻了 有什么事 你有什么事 郑国 我一直把你当做知己 我甚至以为 你值得我托付真心 可你却狠狠地伤了我的心 春国 春国 春天那边怎么样 沟通还小 你就别跟他计较 还有别的那个唐玉门 不清不楚 行行行 你别叨叨了 你不了解我呀 只要真有事我 我干嘛不承认啊 再说了 我真跟他有事 我干嘛回工地 我先进去啊 之前的事你千万别误会了 什么事也没有 是我的事 是我家里有点事 我心情不好 喝了点酒 喝多了唐总好心 服我歇会 就碰见了 没事 男人嘛 喝多了酒犯点错误 可以理解 没没没没 什么事都没有 你一定得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你铁针锅 要真是做了那种事 你不会不敢承认 谢谢 好 我还有件别的事找你 是这样啊 公司财务呢 最近出现了点困难 你们以前的加班费 还有前几个月的工资 恐怕发不出来 不是 前两天不是刚说好 没问题吗 你别着急嘛 我会尽快抽到钱的 郑国 你呢现在工地有微信 大力他们呢都听你的 让我去安抚安抚他们 不是 这是为什么呀 前两天那刚答应我 没什么问题 现在又说不发 我怎么安抚啊 我没说不发 我是说晚点发 是吧 郑国 你呢在我这儿 现在是小组长 我打算升你为大组长 甚至是项目经理 但是你必须得为公司分油啊 我知道你会有办法 这是八千块钱给你个人呢 我不用 拿着别人不知道 我能让别人抽我几两股 等会儿 公司财务说 我办公室电话费 这两个月莫名其妙地 多了五百块钱 你帮我查查 看是谁老偷打电话 好 不是 我就是就是想弄明白 她为什么瞧不起我 不是 我难受 没有人安慰我们 我 我就是想见她一面 不让我打 我必须打 你赶紧让她接电话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我 没事啊 铁哥你怎么来了 郭总说她电话费多了好几百 让我看看谁打的电话 是你的 我没有 我就是偶尔往家里打个电话 你憋 这哪个是你家电话呀 这不都能查着吗 打了多少个 哪个是你家电话呀 是你说呀 还是咱打过去听听 弄了吧 哎哎哎 铁哥铁哥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我打的是城市生活报的那个情感热线 我跟你说啊 那里有个女的 说话声老好听了 我都被迷住了 我就听听声了 我就觉着 这就是我媳妇 我一定要找这样一个媳妇 最关键她很了解我 第一天打电话的时候 就所有的话都收到我心坎里去了 你干吗你 你这哪是谈恋爱啊 你这 电态啊你 不是 我没想怎么着 没想怎么着 你打电话听声怎么舒坦啊 我就想见她一面 你见就见呗 你打电话干什么呀 你这一个月好几百 这钱算谁的 谁补啊 你 咋见呢 你上报社找人家去 不就完了吗 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现在去啊 你去吧 你等我换件衣服啊 行了 行了 别招了 可以了 挺好的 这行吗 干干净净的多好啊 挺好 挺好 你们去哪儿啊 我给她解决一下 她感情问题啊 什么感情问题啊 没事 没事 你忙你的 一个个感情问题还不少啊 你抖什么呀 这是病人的痣 你就是冯记者吧 你好 我是城市生活报的记者 你们就是建议勇为的英雄吧 我想给你们做个采访 你不是上次建议勇为的那位吗 怎么 你不认识我了 我来采访过你 我想起来了 你 你姓冯对不对 冯记者 这么巧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一个兄弟叫孙大力 你好 你好 打热线的就是你吧 对 是我 是我 你们认识啊 应该说我是他领导 领导 对对对 这事还惊动领导了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冯美慧 这样 咱们换个地方坐着说吧 好好好 走吧 走吧 你别在意啊 她今天有点紧张啊 你别抖了行吗 我没走啊 我没事没事 我不是笑她 我其实是笑我自己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跟你们说我班 其实是做社会新闻的记者 负责热线的呢是我一闺蜜 她其实是出去出差了几天 我帮她带班而已 可我这没想到 带着带着班 还带出一个暗恋者来了 挺有意思的 你声音跟电话里听起来 不太一样 是吗 比电话里还好听 谢谢 谢谢 那你们也见到了啊 看到了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也没什么三投六比的 对了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问吧 你有男朋友吗 你还真是挺直接的 我没有呢 是吗 我也没有 我叫孙大力 身高一米八 我家 等一下 那个孙大力同志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虽然我没有男朋友 但是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走吧 走吧 不是 为什么呀 你们都是建筑工人是吧 建筑工人怎么了 建筑工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爱情吧 对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们是建筑工人的话 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你们家是不是要盖房子呀 我跟你说我们的水平啊 在北京城数得着啊 谢谢 谢谢 但我不是盖房子 是这样 我现在不是在做一则 这个社会新闻的调查吗 那我就想采访一下 你们建筑工人进城之后的 生活情况还有感情情况 可以可以 这有什么好聊的 很好聊 很好聊 行 那就谢谢你们了啊 那咱们这样 你们就把你们自己 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一下 就行了 咱们想到哪儿就说了哪儿 跟生活当中聊天一样 好嘞 好嘞 你聊吧 总的来说呢 就是谈一个好一个 好 找一个城里的吧 人家嫌你是 在乡下混口的 找一个乡下的吧 就是真的是一年四季 见不着面 我有个工友就是 来城里之前呢 孩子刚出生 孩子都一岁了 到现在连爹都没见着 一整年都没回过家 那春节都没回家过过 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我行 我现在 都这么大了 到现在也没 没 没谈过恋爱 嗯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哦 行 我知道 嗯 那你呢 什么呀 你个人的感情问题啊 我没感情 没感情 我没谈过 你多代了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没谈过恋爱 二十八没谈过 怎么了 我们都没谈过 都没谈过 我们不是黄花小伙啊 哦 行 那我知道了 今天还真是收获挺大的 我想我 我的素材已经可以了 你这 这个要写报纸上吗 是啊 你黄花小伙也写啊 这谁看啊 我们不是要报道黄花小伙啊 是这样的 其实现在呢 包括政府也好 包括我们老百姓也好 都非常地关心 这些外地务工人员们 在北京的这些感情生活 还有他们的生活情况 那还有人关心我们呢 那当然了 你们也是这个城市当中的一员啊 这个城市的一拽一碗 不都是你们辛辛苦苦 为我们堆积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反正我心里 是特别地敬佩你们 我就冲你这句话 我敬你一句 来 谢谢啊 好 来 干杯 行 那我就回去赶稿了 谢谢你们 再见 冯记者 采访满了啊 对啊 那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应该会吧 友缘自会相见的 对了 领导 这是我的名片 我帮你收着 好的 冯记者 友缘再见 行 服务员买单 行 谢谢啊 再见 您好 七十八 尝尝这七十八是什么东西 嗯哼 嗯哼 你